要在一场比赛中砍下60加的数据是非常难的,纵观历史,很多得分大神,一生之中也没有多少次60加的表现。 比如江姆斯·安东尼都只有一次,哈登有一次,能够砍下60加,说明手感爆棚,对方根本防不住,这种情况还能输球,只能说明队友真心不给力。 根据统计,历史仅有两人出现过狂轰60加,却输球的尴尬事情,而第一这位更牛,是押五次60加输了三回,那么,是哪两位球员狂轰60加还输球呢? 一个是现役球员布克,另一个则是篮球之神乔丹,布克被誉为小克比,曾经单场狂轰70分,比60分这个门槛足足高出了10分,然而虽然后下了现役球员第一高分,但是布克却没能赢下比赛,因此这场比赛也被不少球迷之一吃在刷数据,而篮球之神乔丹,则是满满的尴尬, 生涯一共拿到过五次60加的表现,常规赛加季后赛,虽然拿到了五次,可惜却输掉了其中的三回,也真是醉了,篮球大神怎么在砍下高分的比赛,却无法得到胜利呢? 真是奇怪,乔丹生涯常规赛四次砍下60加,最高分69分,两次61分,一次64分,其中64分这一场输掉了,公牛124比128输给了魔术队,对面的奥尼亚轰下了29-24来玩五盖帽, 另外还有一场61分的比赛输掉了,公牛114比117输给老鹰,对面的威尔金斯34分,威利斯20加1,1,凯尔20分,利福斯14加12, 而在近后赛中,乔丹留下了一次60加的超神表现,63分5篮板6助攻,可惜这一次乔神却输球了,公牛131比135输给了凯尔特然,对面的博德坎夏36加12加8,迈克海尔坎夏27加15,丹明安吉得到24分,另外还有三人得分上双, 不得不说,乔大神虽然拿过是个得分盲,可是在生涯仅有的五次60加表现中,居然输掉了三回,实在让人不敢相信,也正是尴尬,其他球员加起来都没有他多。